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转身离开 金与言仍然不厌相信王爷会如此对待自己 大声呼唤让如意站住 可如意并不理会他 燕晚在安华殿中祈福 祈求自己顺利生下皇子 海兰的侄子扎祈求见海兰 海兰知道他定是为了要钱前来 让人打发他走 燕晚正好看到扎祈胡闹的场景 命人拿些银子送给扎祈 如意告诉皇上 自己已经看过金事 将金事所说告诉皇上 皇上让如意不要再考虑从前的事 如今应以安胎为重 金与言的身体愈发虚弱 夜里送水时 宫女发现金与言身着本足服侍死在了房内 皇上下令务必将金事的身后事办得体面一些 还准备加封他为皇贵妃 众嫔妃都十分惊讶 皇上表示 这个身份是做给外人看的 以免失了皇家体面 如意提起永玄和永兴还十分年幼 不宜受死千连 皇上下令从二皇子为贝子 交由太妃照顾 如意对海兰提起 金与言没有招人的罪行 认为此事可能另有元凶 将众人都算计在内 燕晚见如意之胎被称为祥瑞之兆 皇上也十分重视 冷落了自己十分嫉妒 靖忠告诉他 如意极有可能早产 燕晚得知后 认为是找接生姥姥的时候了 命人找来舔姥姥 次日 接生姥姥告诉如意 他这一胎转偏了 需要由接生姥姥轻轻磨缩如意的肚子 让龙胎顺着力道转过来 接下来的几日 田姥姥每日都来给如意磨缩肚子 一段时间之后 如意总感觉腰脂酸软 孩子在肚子里冻得厉害